欸 你不要這樣亂擠粉刺了啦 不是啊 最近粉刺就很多啊 而且你看我下巴的顆粒感 超明顯的欸 超難清的 那你也不要用手擠啊 這個杏仁酸給你拿去用啊 不要 我之前擦杏仁酸整個大爛臉 現在都不敢亂擦了 這個不一樣 TRU的5%杏仁酸 它只有通過檢驗的 所以你是可以安心使用 主要是針對你像這種 比較頑固的粉刺 壁口跟顆粒感的地方 那我一個禮拜只要擦一次喔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它這個很溫和 你可以每天使用 如果你是塗它們家10%的話 就是濃度比較高 針對比較嚴重的痘痘 只要一周塗2-3次就好 但我這樣看你的狀況 我覺得5%就可以了 你拿回去塗啦 我剛有叫我這幾天都用杏仁酸保養 如果我要大爛臉 我真的會跟它絕交 蠻水潤的欸 很好推開欸 鼻翼跟下巴我多加強一下 塗完之後 它現在好像有一層膜的感覺 但手去摸啊 不會被撐掉 接下來我就去做後續保養 目前用下來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我之前用過杏仁酸 擦完臉超刺痛 很不舒服 但我這樣擦完感覺蠻清爽的 就來試個幾天看看好了 各位有用杏仁酸真的有差 你們看我現在的膚況是不是超好的 而且最明顯的就是我的毛孔變小很多 下巴還有鼻翼的顆粒感 現在摸不太到了 是不是跟前幾天差很多 出油的狀況也減少很多 你看我這樣擠 現在都擠不出東西了 我真的超級感謝我的朋友 我現在每天都很認真用 好像把它用到剩下一半而已欸 我覺得我現在要馬上再下一個兩罐 但摸不太動了 在這個時候 これ一次是怎麼變小多 我們這個時候